去完集會,洗完澡,準備睡覺 確保一會睡到天亮 半夜就要醒醒,飯盒弄好了 直接上班 看看請不請假,今週有四天 希望做到這個效果,讓自己休息一下 今天的集會,十月一,大概三百多人左右 比網市少 據說原來我們的新衛城是來了 不是我們的集會,是Manchester開會 去了Midland Hotel開會 所以很多警察 這麼多警車呢? 第一,我們有集會遊行 第二,保住新衛城 所以遊行路線有點不同 純粹一個有趣的現象 沒什麼特別 移英,過到來 我們當然有遊行 集會自由,言論自由 當然來到的,不是每個人喜歡 他們未必會走 未必會來集會 未必有空 這個我理解,尤其是我上班之後 有些工作可能是回星期六日 所以他們就來不了 這個我理解 有時候家庭下 有時候聚會 多多少都會先用聚會 遊行集會 有些人都未必上心 未必會到 去到那些人都 看到有一個家庭 有些是拖男帶女 有些是帶小朋友來 新教 喊口號 但是你說這個氣勢 你看到一年一年好像在跌下去 會不會五年後十年後 變回都是白人 走呢 這個我也不奇怪 事而世逆 黃絲可能都成為一個歷史 真的 不知道 整個世界都在玩文化的戰爭 我們香港有獨有的文化 他現在是想洗走 有些香港人都不想特別去保留 可能就會失敗 會慢慢退色 一個時代的終結 都不奇怪 這個世界上都很民主 當沒有人遊行集會 很多思想理念都會終結死亡 多言之上 頭過四年 氣勢大不如前 感覺到 以前集會是會多很多人 今年 上年都會多些人 今年是少很多 那 有幾個原因 第一 始終是 那些人可能都會有點害怕 回去 嘩 我去了集會 是不是 不小心 就是 被人知道這件事 回到他會怎樣呢 可能會害怕 等等 因為始終他 是有Spy 即是英國 是有Spy 即是來自大陸的Spy 等等 我覺得有這樣的原因 或者是雕淡了一件事 都覺得 遊行集會有什麼用呢 就不出來了 甚至 甚至 都沒有 這些 報社會 做這些事情 現場 沒有記者 現場 沒有記者 我看不到有記者 有外國記者 或者是 媒體的記者 去記錄這些遊行史跡 好笑 所以 你慢慢都會 都不知道有這件事 然後 都 不了了之 基本上 所以 應該是 這一年 裡面 我覺得應該是最後一個集會 10月1日 整體而言 由 六四開始 七一 然後 八三一 然後 十月一 四場 四場集會 我覺得 今年 我記得 六四是最多 往年 就是七一最多 我印象中 是這樣的 六四七一 我想 會比較 象徵 一些 以前 19年前 也是 香港人很喜歡 七一 十一 沒有什麼特別的 所以今天 就不可以 一個很特別的指標 十月一 純粹是 反國慶 這樣的東西 一個遊行集會 當然你們香港不可以做 我們英國就是 沒什麼所謂 就是一個 遊行集會 一個宣洩的行為 至於本人 去到現場 有些網友都認得我 我都送上問候 問我有沒有事 每天都觀察 其實整個過程都不痛 可以告訴大家 跌完那一刻是痛 痛那一天 少少 就是 在這個位置痛 這個位置也不太痛 然後 手肘有點痛 有點痛 俗稱我們 皮愛傷 只不過是 他不馬上撞到這個位置 然後第二天 就有個很大的 黑眼圈 這樣的東西 但是很快散 反而這個最快散 然後 這些魚血 沿著血管 就落到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不知道為什麼很難散 這個面珠燈的位置很難散 我剛剛塗了藥膏 希望盡快散 我有四種藥膏 我也不知道哪一種會好的 我都是 每天都好像隨便 今天試一下這一支 這樣塗上去 這樣塗好為止 這樣 那塗我又沒有什麼時間 有時候 塗不了那麼多 有時候都睡覺 那 上班那裡 那 就是 我想 我 去到第二個月 第二個月的月尾 那 那 其實 不會說 是 會有個很強的 歸屬感 對於這份工 就是不會覺得 這份工是可以長期逗留 在這裏 現在沒有 將來都應該不會有 因為太過重複了 那 那 好了 那至於 未來的計劃 很多都做不到 溫暑那裡做不到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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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有些 裝修 主要是外面那些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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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如果 那 呢 那 廈 那我都要偷偷師傅,現在沒時間 那又要花精神去處理這些東西 所以現在我開始知道原來我住了這些房子 Terrance 最低級版 你是會有一種 原來是要有免費時間 要有免費時間去處理一些東西 現在就沒有時間去做 結果就很困難 很想做,然後做不到 但是買這些房子的有個好處就是 不要緊,因為你不做是無所謂,因為你居住 做不做,問題不大 就是要丟空它 有些東西是誘養它 總之室內沒問題就可以了 所以有時候都有想 譬如我現在正在做這份工作 是有困難的問題 都在掙扎要做 當然要做 還是怎樣的 轉工還是怎樣的 不是說完全是一帆風順的 做這份工作 最主要是自己的心態 都是一個挑戰 做這份工作 就是要很早起床 接著要去避飯盒 接著就很規律地生活 做廠的經驗 坦白說 又未到說很黑暗 但是一定是 你不會覺得可以留得久 在工廠的環境 因為真的很像監倉 賺夠錢 還有夠錢 就像坐牢一樣 做些事很單一 那間廠的樣子都很像監倉 所以感覺上會差一點 加上有一個超級監倉 像肉掌一樣 如果肉掌好一點 如果沒有那麼緊 你休息一會 又盯緊你 可能會好一點 可能讓你坐下 又會好一點 很多時候這些事情 都沒有選擇 所以 接下來我覺得做這份工作 我自己都會有變數 究竟會 繼續做還是留呢 但是初步來說 就衡量過利益的問題 當然 就是 繼續做下去 賺到一塊錢 只有一塊錢 其實我只需要賺一年錢 省點花費都可以足夠幾年用 都值得的 接著再想 可能中間找一份part time 其實就會 簡單都會生活到的 如果我重新選擇 我寧願選擇part time 那我也記得 我當初也是想做part time 但是他說沒得做 沒得part time 那一定是full time 反而是一來就full time 然後就做了 萬牛這樣做 所以 那 就是 有些可惜 就是 很簡單 如果做三天就夠了 我自己覺得 如果想回 可以選擇 命運可以選擇 我覺得可以回三天 然後這三天裡面 就回十二個小時 其實差不多了 我現在都是三八個小時 那36 就是回三天 最好 還有 回到這份工之後 我更加確信 我回到自由的工 是 較為對的 這些很規律的工 回到一陣子 就頂不上那種 很苦悶的感覺 已經開始 感覺上我自己都在喊嘈 所以我自己都感覺到自己 真的 和這份工是 即是 開始有一種 叫做不太合格的感覺 能力當然是勝任 有什麼難度 把東西放進去 阿豬阿狗都可以做 就是這種感覺 亦都會令到你覺得 很無力的 在這份工裡面 因為 你沒有東西可以學到 人人都可以做到的事 做一個短時間可以 長時間這樣做 你會覺得 好像很有問題 人生在世 難道你做一份 低能的工作 完全沒有個性的工作 那是不是你想要的東西呢 但也很難說 在英國始終 第一次打工 又不太知道 整個職場環境 先做著 看一步走一步 因為看回其他 同事都說外面 真的不是那麼好 轉的 第一 可能又花幾個月時間找 第二 又未必好 這份工 不是那麼容易 聖任 可能自己都 未必能做到某些工作 其實 以為自己可以 但其實可能不行 都會有這個可能性 但這份工 叫做 我做到 只不過是 不是一個 我很理想的工作 所以 都要面對那種 人生的 那種 那種 無得選擇的 無奈 都睡了 再說到這裏 再說到這裏 再說到這裏